近日,谷天乐在参加新作品的活动现场时,极度因情绪低落,眼眶发红,甚至也有时候因克制不住当场落雷,引起许多网友的心疼。 在活动现场,谷天乐坦言新片有不好的地方,他会听取,接受,也会改,但同时也强调几乎没有一部戏是完美的,但他和团队已经在勇敢去做,尽了最大的努力。 同时,谷天乐还提到新片里有一个48秒的特效镜头,团队为了呈现最好的效果,用了近576天才做好。 谈到这里时,谷天乐眼眶含泪,说话有些哽咽,身影看起来格外落寞。 在另一场电影活动中,面对观众所受的低票房的问题,谷天乐也是接电烫气,脸上全是难以隐藏的失落和孤独。 在一片欢笑中,再也难以克制情绪,拿开话筒独自冷静了一下。 网友也被谷天乐用新作电影的专业精神所感动,表示不希望谷天乐成为雇佣者,不希望他只能哭一场。 前三天,谷天乐携带机甲头盔亮相北影节,不难推测这也是谷天乐宣传新电影的一种方式。 据悉,其实在这么多届北影节中,几乎没有出现过此类影员出场的方式。 谷天乐为了新片被更多人看见,确实一个人默默付出了许多努力。 据了解,谷天乐的新片经历了十年才和观众见面,成本近4.5个亿, 号称中国首部硬科幻机甲爽片,这部电影也是谷天乐长久的一个梦想。 而片中另一些演技大咖,如刘嘉玲、张嘉辉、刘青云等人,也曾表示, 就是因为知道这部电影对谷天乐的重要性,而话不说直接来演。 但从观众的反馈来看,谷天乐的新作口碑一般,多数人还是认可谷天乐新作的特效, 动作戏也格外逼真,拳拳到肉看的人热血沸腾, 但剧情整体上薄弱空洞且略显老土,已经不太符合当下观众的口味。 欠谁一张电影票,这种说法一般都有道德绑架的嫌疑, 但坚持多年做慈善,它是低调影戏,在娱乐圈没有任何污点的谷天乐, 或许我们也能用一点行动去支持他。 无论最终票房如何,谷天乐勇敢地迈出第一步, 不计得失去实现梦想,就值得让人敬佩。 日前,有剧组工作人员爆料称,知名男演员谷天乐在拍摄电影《明日战绩》期间, 每次都是骑着电动车到拼场拍戏,而且身边从不带任何助理, 甚至有时候在家,直接换好衣服骑着电动车就过来了,相当的接地气, 根本就不像是一个明星。 从拼场拍摄的画面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, 谷天乐骑了一辆十分小巧的三轮电动车, 很有可能是他爸妈去买菜带不用的, 因为电动车前面还装有一个布篓子, 装东西还是比较方便的。 需要强调的是, 谷天乐在演员里头可能不是最有钱的一个, 但绝对不是最差的那一个。 但凡手指对内语圈有所了解的人, 应该都知道, 现在三线以上的明星, 基本上都配有保姆车和助理, 甚至有的十八线开外的艺人, 就算没有助理和司机, 豪车出行也都是表配。 至于谷天乐是什么咖位, 也就不用多说了, 但他并没有这样做, 而是怎么方便就怎么来, 不是那种看重面子的人, 电信属于干时事的人, 既不做做也不耍打牌, 这在圈内是很难见到的。 据悉, 谷天乐是1970年出生, 还剩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要迎来52岁生日, 出道已经有近30年的时间, 出演过很多不快智人口的影视作品, 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, 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, 也拿下过诸多大奖殊荣, 名副其事的影帝。 而值得一提, 称赞的就是, 谷天乐不仅为推进电影和电视剧, 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, 同时也竭尽所能地做了很多善事, 其中最引以为傲的就是, 成立谷天乐慈善基金, 在内地捐建了上百所希望小学, 解决了很多乡村留守儿童上学难的问题。 不仅如此, 疫情爆发之后, 谷天乐作为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, 为了帮助港级演员解决生活困难, 不仅自掏腰包, 而且还到处找人筹钱, 给这些底层演员发放救济金, 获得了圈内圈外一支好评。 当然, 对于谷天乐而言, 有多大的责任就得承担多大的义务, 不管站在哪个层面, 他都有顾及照顾, 能够做到像他这样成功, 且挑不出任何毛病的演员, 恐怕少之又少, 然而现实永远都是残酷的。 谷天乐确实能挣钱, 也挣了不少钱, 但他的压力恐怕也就只有, 他身边的亲人朋友最清楚不过了。 比如前不久, 余文乐和吴彦祖在纪录片中, 就透露谷天乐, 活着很累, 不敢放下工作, 好好去休息, 因为他每个月要花上千万去养员工, 压力实在太大了。 由此可见, 很多人都开玩笑说, 能黑谷天乐的只有太阳, 这话真的一点都不夸张。 近期, 51岁的谷天乐出席电影活动, 忍不住当场落泪, 这也让许多粉丝和观众都心痛起来。 不仅是谷天乐, 粉丝也在为新电影揪心者。 众所周知, 电影《明日战忌》是谷天乐努力十年而来的作品, 而且电影中还有诸多香港大牌演员支持, 如刘嘉玲、 周青云、 张嘉辉等人。 所以, 能够看出谷天乐对这部电影有许多期待以及相当重视, 但是, 通过这次的事情能够发现, 虽然谷天乐已经过了花园年龄, 但是还是有不少粉丝对他是真爱, 不仅是女粉丝, 有的男粉丝, 甚至也买了好多张票支持。 所以谷天乐到底是何种魅力呢? 也许是他曾经为公益做出的贡献, 又或许是他在演艺生涯中为大家带来的感动和不可磨灭的记忆, 但是这些并不是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全的。 谷天乐是1970年出生于香港的一个普通家庭, 少年时代的他叛逆过、轻狂过, 但是更多的却是为家庭分担重担, 因为家庭条件有限, 所以他早早就辍学了, 无论是饭店的洗碗工, 还是大门口的保安, 又或者是工地上的水泥工, 谷天乐几乎每一种都干过, 正因为在那种环境, 他才认识了一群兄弟, 后来兄弟打架抛下他一个人, 谷天乐为了兄弟竟然没有把他们供出来, 虽然做错过一些事, 但是不可否认的, 他的品质是好的。 在里面的那段时间, 他还得知女朋友和兄弟在一起背叛了他, 谷天乐得之后哭笑不得, 终日郁郁寡欢, 幸运的是他偶然间认识了一位70多岁的修女, 两个人在交谈中, 谷天乐放下了全身的力气, 出来之后的他, 全心全意地为生活奔波, 再也不去结交不三不四的朋友, 得到洗礼后的他, 仿佛像脱胎换骨一般, 不但人长得高大, 无关也越发的俊朗, 所以他被TV看中了, 在新趟和朋友的穿脱下, 他拍摄了人生中的第一支广告, 没想到播出的效果极好, 这也让公司看中了他的潜力, 直接升级他做MV男主, 大家可以去搜一搜曾经的一些老视频, 像张信哲的《爱与潮水》, 和《刘德华的情人》等视频里, 都有谷天乐的身影, 虽然小火了一把, 但是他的反响只能说是平平无奇, 不过他却遇到了人生中的伯乐张国荣, 当记者问张国荣, 认为谁能做你的接班人, 张国荣毫不犹豫地说, 谷天乐不错, 正因如此, 香港无线电才将目光转向了谷天乐, 1995年, 他凭借神雕侠侣杨过一角色, 瞬间火遍大江南北, 一见杨过无中生, 也是因他而来, 可正当大火的时候, 却有人把他曾经犯错的经历挖了出来, 就在此刻, 依旧是张国荣为他发声, 对此, 谷天乐也将这份恩情深埋于心, 所以后来张国荣去世时, 谷天乐一度悲痛不已, 在那之后, 谷天乐也开启了自己人生的巅峰, 从《极度重犯》到《寻情记》, 又到《河东诗弘》, 以及《宝贝计划》等清点作品, 谷天乐几乎是全年无休的高传模范, 而他赚了许多钱后, 并没有拿去享受人生, 而是全部拿去公益了, 这件事情也是在2010年的快本才被大家知晓, 原来大家不知道的角落中, 他已经默默地进入了100多所学校, 甚至连导演耳朵声都忍不住夸赞, 如今51岁的谷天乐依然是截然一身, 身边没有任何人陪伴, 他所能做的就是热衷自己的事业, 好了,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, 欢迎订阅, 点赞转发, 感谢大家的支持。